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共自10月1日起在3日內派出93架次軍機擾台 美國國務院發現人普萊斯 行批北京破壞區域穩定和平 民進黨籍立委趙天龍更直言 北京窮兵獨舞槍決 其實突顯習近平對內治理嚴重失能 所以製造區域緊張方可以稍稍輸解 澳梅今日刊登外交部長吳超洩專訪 吳強調假如北京進犯 台灣將會戰鬥到底 他說我肯定如果中國出兵攻打台灣的話 我想他們都會承受慘重的損失 台灣國防部智庫學者舒孝王告訴中央社 中共此舉都在進行長程飛行的訓練 再加上驗證武器系統和通訊等可靠道 機營都來自不同基地 未來可以觀察這麼大規模機隊的頻率 並指出國際訓練近期頻繁 所以近期擾台的數量可能不會少 據電戰攻擊能力簽16D可能會出現在機群當中 台灣國防院學者蘇紫雲提到 簽16行程比較遠 載膽量都大且安全系數相對高 目前擾台多由它進行 這麼大規模出動 推測可能北京國產發動機在材料上獲得突破 但其發動機的壽命仍然低於西方國家製造 民進黨籍立委陳婷飛表示 北京今次軍事挑釁已引發美方罕見地站出來聲援台灣 不排除會陸續協助台灣增加更多防衛能力 無獨有偶日前在大陸微博國際版上爆料人無名時貼出的相片顯示 大陸一空軍基地掛出 應激長空壯士藍天灑熱血的玩戀 前方還有白色花圈 作者留言 唯有犧牲多壯志感教日月換身天 三位空軍烈士一路走好 顯然發生了軍機事故 但沒有任何細節 好多網友表達哀悼 以三支蠟燭表示致敬 有些網友想要知道更多 詢問這又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位為何沒有報導 為何每次都不可以光明正大紀念一下 亦有網友評論說 騷擾恐嚇台灣 結果自己釣海為鯊魚 曼晚舟獲釋回國一時間成為場內民眾熱議的話題 但無意中都曝光華為公主在加拿大的奢華生活 有消息稱曼晚舟正急售溫哥華兩間豪宅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曼晚舟離家兩日後就開始掛牌出售溫哥華的兩處豪宅 總價高達1820多萬家園 當地土地文件顯示 2009年曼晚舟以273.8萬家園購入位於溫哥華西區28階的豪宅 現以455.5萬家園出售 這處曼晚舟被軟禁期間居住的第一處物業面積達6760平方尺 第二處2萬平方尺超大物業位於著名豪宅區 現掛牌1365.4萬家園 曼晚舟曾在保釋聽證會上說自己曾移民加拿大和溫哥華的關係長達15年 但2009年她並未接受加拿大永久居留權 她與家人曾經長住溫哥華和前夫所生的二兒子 及與現任丈夫劉曉忠所生的女兒都曾經在溫哥華周讀 溫哥華的豪宅是一家人的避暑勝地 有報導指劉曉忠曾以這兩處物業作為孟晚舟的保釋金 孟晚舟回國之後被捧為民族英雄 但有好多民眾都不買單 有人評論她比古天樂有錢她沒有見過一座希望小學 她比航空有錢她沒有救助過一次災民 她比元納有錢她沒有幫助過陳肺病人 如果這樣都是民族英雄 那些為國捐區的先鋒門衙面何在 還有人說資產階級回國無產階級狂歡 我月薪三千房工千五 要我為在加拿大住住千萬豪宅的富婆操心 就在孫力軍被傷開兩天之後 傅政華都落馬 不得不令人懷疑這個其中有什麼關係 看中國獨家報導認為大陰謀正在浮現 終極老虎很快就會露面 據了解傅政華和孫力軍的靠傷都是萬建柱 而萬建柱被江澤民曾慶雄安插到政法系統 用來控制政法系統的刀把子 外界認為江家幫為了阻止習近平在明年的二十大連任 在此之前他們勢必會利用一切機會發動政變 但習近平大權在握控制了軍隊 所以他們很有可能的手段就是利用 政法系刀把子的特權暗殺習近平 而傅政華、孫力軍也曾被爆出有監控習近平的行為 不得不令人懷疑他們的落馬涉及到暗殺習近平 發動政變這件事 報導稱從年初到現在 二十三名中共高官落馬 其中江派勢力中的政法是佔多數 但這還只是序幕 真正的大戲可能現在開始上演 隨著習近平對政法系統的大清洗 更大的老虎將會相繼落馬 下一位又會是誰? 萬鴻偉、孫力軍、黃立科、龔道安、鄧恢林以及傅政華 這政法陸府他們都與萬建柱有聯繫 都得到了萬建柱的題不重用 下一位被清算的大人物會是他嗎? 評論認為這一切背後的最終極大佬 會是曾慶紅江澤民 另外明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 是曾慶紅將習港落台的最後機會 曾慶紅操控萬建柱 萬建柱操控政法陸府謀反暗殺習近平 確有可能 這可能會是他們落馬的共同原因 所以習近平與江家邦勢力在二十大前 必有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現在相信信號已經釋放出來了 總之年底看好戲 今次習近平應該不會傻到再次與江家邦達成協議 他必定要奪回江家邦手中的前代子和刀把子 不只為了權力更為了他的身家性命 10月3日國際調查記者同盟公佈了 最大規模披露金融秘密的潘朵拉文件 涉及1,190萬份機密文件 經117個國家150家媒體的600多名記者合作調查 文件顯示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執行副主席 蔡崇遜通過在境外避稅天堂註冊公司持有阿里巴巴股份 並操作首次公開募股等業務 中央社報道稱蔡崇遜在富比市排行榜上 名列加拿大第二富豪 近年他買下美國職籃NBA布魯克林男網隊 用了1.57億美元扣入紐約曼哈頓頂層豪宅聲明大躁 這位台裔加拿大籍負商的淨資產估計高達145億美元 主要來自他在阿里巴巴集團的股份 資料還顯示蔡崇遜被認為是馬雲的得力助手 並控制著一個境外公司網絡 她至少是12間在境外避稅天堂註冊公司的董事或股東 公司分別在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巴哈馬註冊 不過烏茲堡大學中國商業與經濟系主任廢雪認為 中國規定外資不可直接投資科技產業 蔡崇遜是加拿大公民 她只能持有阿里巴巴在避稅天堂註冊子公司的股份 阿里巴巴是透過可變利益實體 VIE企業結構在避稅天堂設立控股公司的眾多中國企業之一 這個為外國人投資中國公司打開了後門 廢雪認為文件顯示蔡崇遜利用這些結構 來完成她為阿里巴巴所做的首次公開務股等任務 十一假期中國遼寧省出現大範圍強降雨 部分地區出現強冰寶天氣 截至四天早上該省16座水庫洩洪 13座小型水庫超信限1.6萬人受災 農作物受災2533.13公頃 直接經濟損失168807.63萬元人民幣 遼寧省氣障台三日消息稱 營口市區大石橋市總將出現強冰寶天氣 網傳影片顯示當地狂風暴雨、冰寶宅下 遼洋出現積水嚴重等情況 令式甘肅省平良市寧台縣10月3日發洪水 該縣中台鎮發生山泥傾瀉 導致多棟樓房傾斜倒塌 涉及172戶470人 大陸水利報水民情報預報中心網站3日消息稱 甘肅平良水民站當日傍晚5時04分 發布洪水紅色預警 指持續受上油降雨及萊水影響 平良寧台縣境內達溪河水位持續上漲 央視新聞稱 因為特降大暴雨 平良市寧台縣中台鎮南電子村東莊社 發生山泥傾瀉 導致樓房倒塌 有些房屋已攤塌成廢墟 有些房屋即是歪斜著 有些向前歪 有些向右歪 另有影片顯示當地車路成水路 有些樓房漏水嚴重 民眾只可以用桶或用盆 將家中的積水一盆盆往外倒 當地網民說 上一次大雨 都仍是上小學那時 住在之前的平房裏 後面的山被沖塌 泥土蓋道去大腿 是親戚家住了好幾天才回去 這次比上次更嚴重 2021年是做些什麼事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